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家常菜 长豆角在家怎样炒 入味好吃 而且没有豆腐味呢 首先长豆角洗净 改成寸段 再准备一点五花肉 切成包包的厚片 热锅两友放入五花肉 多给它煸炒一会儿 把多余的油脂给它煸炒出来 再放入小料 葱姜蒜 干辣椒 爆香后 再来点十三香 提一下味道 家人们 我每天都会教大家做一些家常菜 或者一些多美食的小技巧 如果对大家有一点帮助的话 能不能来个小红心支持一下 腌着锅边捧入生抽 放入长豆角 大火翻炒 多翻炒几下 一定要给它炒出国气来 这样炒出来的家常菜 它才好吃 炒豆角的时候啊 一定要加入一勺清水 腌鸡精白糖挑口 少制两到三分钟 这样炒出来的长豆角 自问好吃 而且没有豆腐味 最后呢 咱们大火收择 淀粉勾一层包包的小芡 出国前来一点享有 适量的蒜末 提一下味道 如果有幸耍到我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给我点一个关注 不然呢 你耍着耍着 就会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 或者一些多美食的小技巧 最后 那么呢 再点一个小用心 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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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